大家好 我叫焦霜喜 来自北京 今年25岁 我今天参加非你莫属想找到工作 视频导演 视频编辑 网络传媒 以及现场活动体验师 主持人等适合我的工作 我的人生宣言 人生自古谁无死 活足自己人生精彩 最后祝福12位boss 以及刚刚现场曾经来宾 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一帆风声的 零七美飞行开戴四季平安 五分六门六六大神七星高尚 八分九代九九安康十川 这边百日可乐 天使人家万事如意 苏联比赫和何尔文一既往直前前 前程四季上天花花好一人圆圆满满 百日成光光 欢天喜地第九天长长命百岁 岁岁 平安 好 据说网络上人称阿B哥 B哥 ABCD的B B哥 是阿B哥 对对对 不能叫阿B哥 对对 那有叫波 有点谐音了 有点谐音了 没有什么谐音 对 你能正常吗 我 我们现在是这样啊 你在炫的时候 包括后来你知道 我有幸 在知道你要光临这个平台之后 专门去学习了两段你的视频 对于我来说 口味太重了 我喜欢正常的方式 所以我不能接受在火锅里涮袜子 我更不能接受 你去炒一些什么东西 拿来吃 为什么要做那样的视频 因为做网络这一块 我们要的是三个字 不 好好说话 因为在网络 我们要的是三个字 点击率 点击率 所以为了点击率 你可以 为艺术献身 所以为了点击率 你是什么都可以不顾的 对 因为我是男人 你感觉到了我对你的不喜欢吗 没有感觉到 正常状态聊工作好不好 我知道 为什么去拍那样的视频 因为就是为了赚点击率 为了赚这个网络的这个 你当时候网络公司的合作方式是什么 拍片 赚点击率 按段位走 一段二段三段四段五段六段七段八段九段 然后每个段位对应的视频的收益是不一样的 你最高的收益 最高的收益 当时是一个月视频收益五千多块钱 五千四百多 客观税五千四百多 他这个所谓的段是多少 就是一段一段 比如说吧 我这个月 我拍一个视频 完成一百万的点击率 我就可以跳成三段 完成二百万的点击率 我直接跳成五段 如果你这个月完成四五百万的点击率 直接给跳成九段 九段就是相当于您打开电脑以后 您即使这个视频没看完 我就 就是网络公司会给你一毛钱的一个收益 点击一次就给一毛钱 对 当然说全中国要多了的话 如果后台没有作弊的话 那是相当可观一个数字 对 所以因为要点击率 对 就要初位一些 对 一定要靠你自己的一个想法 别人不敢拍的东西 你拍出来了 在网上才能有更高的点击率 你有没有底线 底线 你有没有底线 我的底线就是说 在没有说触到法律的边缘的情况下的所有东西都可以拍 没有触犯到法律 对对对 都可以拍 对对对 不惜牺牲自己 我觉得这没有什么牺牲 您比如说 包括网上这些什么 什么这个 包括这些 这个好多都是什么漏点的这些东西 牺牲的很多东西 但换来的东西没有你这个真实 因为如果说你自己 因为我的创意就在这里 我就喜欢拍这些东西 我就喜欢做这些东西 别人做不到的东西 我来拍这些东西 我想我就成功了 你说话就这种频率 平时也是这样吗 平常基本人都说我是放机关枪 你平时就是个画牢吗 平常也是说话这么快 画多吗 基本上要跟人聊的话 两三个小时应该不带屏 好 现在我们要强调 注意 交双喜 海淀卫生学院中专 对吧 专业叫精神病护理 对吧 这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职业 我一点都不开玩笑 大家一定要注意 今天 包括现在 如果大家在网上就可以看到 目前有一部非常重要的法律 正在讨论阶段 就叫精神卫生法 目前我们国家精神病人 需要非常专业的护理 最缺的是男护理 最缺的是男护理 所以 真的这份职业是一个有前途的 你学的这个专业 对应的职业是一个有前途的职业 为什么不做 因为这个专业不太适合我 为什么呢 就跟赵本山说的一个相声一句话讲呢 病人没疯医生疯了 就是一个一个玩笑话嘛就是 一点都不可笑 但是我这个身材 您觉得精神病护理 有的精神病比我还还壮还要大 一拳我没了 所以你上这个海淀卫生学院 就是为了上个学而上个学 对就是因为上学而上学 就是当时毕业的时候 所有人都报考这个卫校 当时觉得我自己去别的学校 谁都不认识得了走吧 你是哪年 毕业的 2005年的7月 毕业的 对对对 到现在已经六年的时间了 对六年的时间 这六年你干过什么工作 我2005年毕业以后 就是精神病护理没有干 之后去药店去做卖药这一块 就店员这一块 店员 对然后从零 做了多久 做了有五个月吧 为什么不做了 太无聊了 不是无聊到那就是整天跟那个病人过来 拿药有时候说白了 有一聊天就忘了拿错药了 就是 也不怎么想干 因为不适合 五个月不想干 不干了 接下来干什么 跟家静养了有一年的时间 你怎么了就静养 我觉得当时的年龄 我跟家考虑了很多东西 没有适合我的工作 我不想去看 但是我就想 那一年干嘛了 那一年 没事 那一年我记得很清楚 就是基本上 北京公交车 您知道吗 就韭子偷偷车 挨个儿坐 什么什么 东摘堂西摘堂 军响上金水 达门口 张家庄 东家庄 西摘堂 零响几句 坐车玩嘛 坐车玩 对 玩了这么一年 基本上差不多吧 这年你多大 那一年19 19岁半嘛 没有收入 我想想没有收入 对 是爹妈的 接下来又干嘛了 07年买了一部手机 然后那个手机能摄像 当时我就想去网站拍视频去 然后我这儿传了一个视频 传网上 在一个某网站 那会儿就叫阿毕哥吗 那这儿不叫毕哥 还没起名呢 就没封罚号呢 然后传网上去了 网上之后点击率很高 然后这时候有一个著名的视频网站 他现在已经不在了 叫欧武视频 就被你做被你做死了吗 没有 然后给我打了电话 去那工作一年的时间 然后跟他上了一年班 公司就倒闭了 你现在的工作是什么 现在的工作是什么 现在有两个小工作 不算正式的工作 还是现在给某网站做片嘛 也做 对就是说完了就是卖点片嘛 你卖的片子就是这个 因为你的那个系列好像叫阿毕哥的一天 是吧 什么家有厨房系列 地铁系列 就都是阿毕哥吧 对的毕哥的一天系列 这是一份工作 对啊 第二份工作呢 第二份工作就是没事 不稍等 你这份工作是拿点击 通过点击量拿钱 有量 还是你直接版权卖给人家 就是收片 这个跟点击量没有关系了 这就是收片 收片了 对一部片子 比如说给你就这个数吧 差不多五六百块钱 五六百块钱 对一分钟一个的片子 就是相当于你卖版权了嘛 对但是有量的 一个月你只能拍五部六部 不能太多 太多的话人家压不住 就怕你的创作太旺盛 对对对 是是是 五六部 一部五百块钱 对 一个月大概 三千块钱 三千块钱也行 三千块钱吧 不能再多了 还有什么工作 没事休息的时候玩玩黑车 就是拍活 就是 是真的是黑车 真是黑车 就拍活 没被抓过吗 一次没有 管局的话反正看见你 公安局 对 基本没有 一次没有 别人经被抓过 就没被抓过 是因为警察认识毕哥吗 不 因为我一般有的时候 早上起来九点 早上起来九点之前就收车了 晚上十点之后就出车 对正好打开一个时间差 这是你目前的生活状态 对大概是 这是真实的状态 真实的状态 不是你逗我玩的 绝对没逗你 你现在真的是要找工作 真是要找工作 如果找了工作 黑车不开了对吧 嗯 其实黑车 但是说实话 那你要没事的时候 开开也无妨 不行 黑车是严打的对象 不能开 对 你刚才刚说了 对 你做的事情有个底线 对 叫做不能触犯法律 对 对吧 对 开黑车就在偷税漏税 就这个属于非法运营 是非法运营 对 所以你已经触到法律的底线了 对 没错 找到工作黑车还开不开 坚决不开 好 找到 你现在要找的这份工作 其实还是和你的爱好有关 对 你就要找一个视频网站 专职去做创作 其他的就是比如说 类似一些创作的东西 销售做不做 坚决不做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样 比如说您是靠主持这个行业来 就是 您是靠主持这个行业来做工作 来做工作 比如说摄像是靠摄像的专业 他不处于销售 我呢要靠拍视频 就靠自己的创作 自己的演技 自己的想法 来做 销售这行业就不一样了 比如说我卖个冰淇淋 我卖个冰箱 我卖个汽车 它只是一个销售一个东西 汽车就是你能想到的 卖的最大件的东西了吧 不是 我觉得对我卖的最大件的东西来讲的话 我还真不知道是什么 所以销售一点概念都没有 是不能做销售的 对不对 但是有这个嘴 但是你要去做销售的话 我觉得 还是亏财了 来吧各位 刘惠普你那么严肃要干什么 没有问题是吧 他一定听傻了 刘惠普听傻了 对于刘惠普来说能听傻 这真的是人才 来呀